这村长家的院子很大,院西有三处堆玉米的墩子,另一边还停了一台拖拉机。 门没锁,我们敲了,没人答应,就索性开门进了屋。 屋子里十分朴素,土炕上堆着被褥,地上放着桌子和几盆花,也没有其他东西了。 小六进屋就一直盯着炕边的砖看,看了半天,突然大声地回头叫我说,"哥们儿,你快来,你看,这照片上是谁啊?" 墙上贴着很多黑白照片,我看了一眼小六手指的一张,顿时惊得说不出话。 照片上是五个穿着迷彩服的壮年人,左手把鞭的一个正是老吴。 在老吴身边,跟他搭着肩膀照相的小六并不认识,可我却万万不敢忘。 那个矮鹏敦厚,右脸颊有一条刀疤的正是刘云波。 昨天晚上,老吴明明说得清清楚楚,不认识刘云波这个人,然而从照片上来看,两人勾肩搭背的样子很熟络。 我惊得一脑门汗,把视线往右翼,这一看,直接把我吓得瘫坐在地上。 刘云波身边跟他搭肩的,居然是十年前第一任司机,死了十年的老唐。 照片中的五个人,穿着迷彩服,两两搭着肩膀,像是亲密的战友。 刘云波跟老吴在照片中同框,已经让我颇为震撼,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老唐跟刘云波也是久相识。 我绝望地盯着墙上这张黑白照片,想想自己实在是可怜。 在这几个老东西面前,我竟然被玩得团团转。 正看着入神,只听吱鸦一声,一位七十来岁的老人推门走了进来。 这老人头戴一顶草帽,穿着白背心,黑色的尼龙长裤,应该是这个屋子的主人,虎妖山的村长。 老人见我和小六站在屋里,疑惑地问道, 你们二位是? 我赶紧上前,跟老人握住手说, 您是村长吧,我们两个从市里来,找您问点事。 村长上下打亮我一眼,缓缓地说道, 问啥事? 村长大爷,我就是想问一下这照片上的几个人。 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指着墙上的那张黑白照片。 村长朝墙上看了一眼,狐疑地看看我,又瞅了瞅身后的小六。 咋的,你问他们几个干啥呀? 来的时候,我仅仅想了解刘云波这个人, 但看了墙上的照片,我才发现我太年轻了。 这三个人,曾经一个是我的哥们, 一个是我的领导,一个是我的大恩人。 转眼间风云变幻,人鬼殊途。 这原本就不该同框的三个人,却出现在了一起。 我现在要了解的是他们每一位。 我见村长警惕性颇高,不敢直接说出来意,脑子一转道。 村长,其实我是照片中的那个老吴,吴宝库介绍来的。 他让我来问问当初那虎闻铜钱的事。 我又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鉴于他们几个复杂的关系, 我只有利用老吴昨晚最久跟我说的旧事来套套村长的话。 这效果还真不错。 村长一听虎闻铜钱,眼珠子都瞪圆了。 咋的,他拿了书还不显高,还惦记着铜钱,当初不都说好了吗? 小六这一边听得模糊,推了我一把小声的刀。 哥,你们说啥呢?我咋一句听不懂? 我给小六使个眼色,继续问村长。 老吴说,他还是忘不了那枚铜钱。 还有,我脑子又一转,想正好借着把刘云波带出来。 还有头两年,出土的那座铜钟,村长这一听彻底急了,把头顶戴着的草帽狠狠地摔在地上。 这王八糕子到底想干啥? 要了那本书就算了,还惦记着另外两样。 是啊,听说两年前刘云波来咱村把铜钟收走了,就特别生气。 哼,他凭啥生气啊? 当年的那个腰洞子,要不是我救了他们几个,这几个老小子早就交代在里面了。 村长说完又不解气,恨恨地继续说道。 再者说,人家刘云波前年来去铜钟,那是花了价钱的,他无包括这个别多子,当年把书带走了,可是一个字都没有留。 我见着老爷子上钩了,心里一阵欢喜,想多套点话,继续计较。 村长,事是这么个事,可唐显生之人。 我实在不知道老唐跟他们几个有啥关系,不敢胡编乱造,索性只把名字提出来,让老村长自己说。 唐显生?他都死了十年了,这吴宝库提他干什么呀? 没想到村长知道老唐已死的事,我见老唐这些没法接下去,赶紧转移话题。 大爷,您消消气,老吴让我来找您,我其实是一百个不同意,别说不同意,就说老吴跟刘云波的关系,他老吴也不能办这事啊。 村长叹了口气,赶紧招呼我和小六坐下,我们沿着康边坐下,村长接着说道。 这几个小子,当年当兵服员退到这边,关系好得穿一条裤子,你说就因为几件宝贝,闹得跟仇人似的。 兜了这么一大圈,我终于算是套出了村长的话,原来老唐、刘云波、老吴还真是一起当过兵的战友。 村长说完这句话,又疑惑地想了想,看着我问,不对啊,这虎闻铜钱,去宁,我就转交小王了,这事他知道,宝库还让你们来问啥呀? 村长冷不丁地这句问,让我猝不及防,一时语色,磕磕巴巴地没有编出来。 村长见我支支吾吾的样子,好像看出了什么。 你们这两个小娃,该不会是来套我的话的吧? 我见事情败露,不好再问下去,笑呵呵地说。 瞧您说的,您这么大顺数了,我能套您的话,主要吧,还是过来看看您了。 村长闻言,歪着脑袋,往屋里的炕下吵了一圈,崩起脸立声道。 小娃娃,别撒谎,您俩可是空手来的,哪有看老头不领东西的。 我心中暗叹,姜还是老的辣,尽管这么大岁数了,心思还是这么缜密。 我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递给村长说道。 村长大爷,实在是来的时候着急赶车,忘了给您买四盒礼,这钱您拿着。 村长也不含糊,伸出手就接了过来,笑盈盈地说道。 小娃娃还挺机灵啊,我这老东西差点让你摆一道。 村长实在是聪明,聊到这里,基本再能问出什么东西了。 我与村长寒暄几句便出了门,村长一直送到了道边。 临上车的时候,村长从后面拽我一把,小声地跟我说, 小娃娃,你要是还想知道啥,下次再来,不用临四盒里,二百块钱就挺好。 车上,小六一脸懵逼地问东问西,我满脑子都是浆货,根本懒得跟他解释。 这趟虎妖山之行还是来对了,最起码我又可以放心地从我信任的名单里除掉几个人。 刘云波,老吴,这两个人的身上秘密太多,我所知道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至于村长提到的老吴拿走的书,我其实并不感兴趣。 就算是个宝贝,也就算值个几亿,跟我的命比起来,那就是一个废物。 小六见我傻也不吱声,嘴里嘟嚷,你说你这人,这么大老远跑一趟,骗老头没骗明白,还搭进去二百块钱,你是不是傻呀? 我笑笑点了点头,对呀,我是傻,信了那么多人被当猴子耍。 我又想起公司这两周死人的事,问小六说,小六,我一直想问你,咱们平时出车回来顶多一点多钟,那天你发现黑人出事都已经两点了,你中间去干什么了? 小六羞涩地笑了笑,别提了,那天晚上我开到水库,看见有个女的要跳裤,我眼睛瞪圆。 啥玩意儿,跳裤? 对呀,就是跳水裤。 那天晚上月光好,我隔着老远就看到裤边站个人,我咽了口唾沫大声地问道,你下车了,你跑去救那个女的了? 小六一脸疑惑地看我点点头,好像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妥,我抬起屁股把身子转向他,用教育孩子的语气说, 小六,你长这么大没见过诡异就算了,你没看过鬼片吗?半夜十二点多,荒郊野岭的你敢下车,你他妈不害怕吗? 小六不以为意的AO一声说道,哎呀,哥们儿,我说实话你别生气,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我不怕,我刚要张嘴骂他,想想又憋了回去,低声说,那后来呢? 那女的穿着一条红裙子,半个身子都进了水,幸亏我劲儿大,给他硬拽了上来,我听到红裙子倒吸一口凉气,这一路上,我再也没有跟小六说话,先不说他救的女人是不是人,单单他这份善良,就不适合在这个复杂的世界生存,特别是这个不光有人,还有牛鬼蛇神的世界,特别特别是,你还分不起, 不清楚哪些是人,哪些不是人,下午六点钟,我和小六回到公司,自从两则命案之后,公司的气氛一直压抑得厉害,这大院里的司机师傅,一个个都是神色慌张的样子,再见不了他们之前嗑瓜子儿,捧着茶水吹牛的场景, 从村长那里得到的消息,让我对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我开始怀疑刘云波说的每一句话,其中包括,我必须继续开这十三路末班车,当晚,我在宿舍做了好久的心理斗争,直到半夜十一点的时候,我还是把车开了出去, 我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刘云波单单这事儿没撒谎,那我就白死了,有几天没开夜车了,特别是在同中杀人之后,我的心理负担比以往更重, 夜晚凉风兮兮,月光正好,从总站到造纸厂的一路,依旧是空车跑去,回返的时候,在经过水库前,我故意踩了一脚油门,想一鼓作气直接冲过去, 可是就在临近水库的一刻,我犯贱地向水库边望了一眼,这一眼不要紧,发现一个身影正在往水库方向一步一步地走,从背影看来,像是个女人,我看了眼时间当时就蒙了,凌晨十二点十五,真没想到,小六白天跟我讲的是,当天晚上就能瘫在我的身上,车子很快要冲过去, 如果再不踩油门,那就来不及救人了,怎么办,他是人是鬼救不救,我心如万马奔腾,在不确定是鬼的情况下,看见有人轻声能不救吗,但我如果下去救人,我就不跟小六一样是个傻逼吗,我的脑子乱成一团,手心都出汗了,最后几秒钟我一咬牙,还是踩下了刹车,去你妈的,死就死吧,谁叫老子骨子里还是个好人呢, 我到底还是踩了一下刹车,跑向水库边,准备去救那个穿着红裙子的女人 我在跑向这个红裙子的时候,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她真的不是人,就当是我在阳间,记得最后一点得,希望在阴曹地府能少遭点罪 我颤抖着双腿一路狂奔,面前的女人好像感觉有人跑过来,更加快了下水的步伐 最后在她即将下水的一刻,被我抓住胳膊,一个大核子就抡了回来 女人躺在地上哭个不停,我喘着粗气回头看了她一眼,借着今晚明亮的月光,我居然看呆了 她太美了,长长的睫毛,水汪汪的眼睛,高挺的鼻梁,曲线分明的身材 我本以为白帆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可眼前这个红裙子女人精致的五官,似乎比只白帆还要胜了一筹 红裙子女人也抬头看了我一眼,梨花带雨地说 谢谢你,可是你真的没有必要救我 我被她这句话刺激到了,用手指了只手机严厉地说道 没必要救你,你看看几点了,半夜十二点半,除了我这个傻逼,谁看见还敢救你啊 红裙子女人轻声说了一句 前几天我也想寻思,也是被一个开车的小哥给救了 这句话顶得我实在欲色,尴尬地连连点头 对,你说的对,还有一个傻逼一共俩 红裙子女人不再哭了,站起身子向我鞠了一躬 便转身朝路上去了 我颤抖着两条腿终于不抖了 她走了,没有杀我,这个女人不是鬼 我没心思关心她,天黑路远她去哪儿 我和小六救了她的命,已经算是人之一尽 回到宿舍的时候,小六早已经是憨声如雷 我钻进被窝左右翻腾,也睡不着 心里一直在想这个寻死的红裙女人 人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寻死 生活中谁都不易,路上失去再多,得到再少,也得有希望呀 我想着想着,伴随着小六雷霆一般的呼噜声,睡了过去 一早天刚亮,我就被楼下大院嘈杂的声音吵醒 小六从外面砰的一声推开了房门,吓得我心里一颤 兄弟,又出事了,赶紧起吧 我睡眼惺忪地看了她一眼翻个身,小声嘟嚷道 啥屁事也别打扰我睡觉,我昨天三点才睡 小六激动地说,那个童中又杀人了 我听了这句话,扑腾一声就从床上坐了起来 啥时候的事,谁死了 小六叹了口气,继续说,不是咱公司的 我松了口气,刚要躺下 小六接着又说了一句 是个女的,还穿着红裙子 啥 我听了这句话,便再也躺不下了 后脖子上的汗毛瞬间立了起来 穿着红裙子,长啥样 小六摇了摇头说 一大早楼就被封了,楼门一直锁着 我听说这女的是硬声式的用头砸进了玻璃进去的 整个脑袋血肉模糊,已经看不清样子了 我往后一仰,后背靠在墙上 感觉浑身都没了劲 小六拿起桌上的水,猛灌一口继续说 说也奇怪,我看这女人的衣服和背影 特别像我跟你提的,在水库里要轻生的那个人 我越想越不对劲,赶紧爬起来 简单的套上衣服就往楼下冲 小六喊我一声,也跟了上来 楼下大院站满了人 一楼前的警察眉头紧锁的进进出出 我尽量往前凑,只能离开老远的地方 勉强看到一楼大厅的情况 大厅前,童中安然的立在那儿 童中前跪着一个穿着鲜红裙子的女人 再多的已经看不清,不过我能确认的是 这跪着的死者跟我昨晚在水库里救下的是同一个人 警察忙活了一个上午,最后把人盖上白布走了 这事一出,全市的新闻媒体都炸开了锅 童中又杀人了,三杀 市里派了好多专家成员,组成了专案组 信誓旦旦要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破案 短短的半个月不到,三个人都撞死在童中前 他们三个彼此毫无瓜葛 生活中也都与人无争,竟然都离奇地死在了一个地点 自杀的解释再也不能平息百姓的关注 其实整个事件下来,最不能理解的是我